我的母校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澳门 手续一纸的海拔及独特的建筑设计 使得风景这边独好 向东能看到珠江珠海口 及盘卧于林丁阳上的港珠澳大桥 向北能看到市井气息浓郁的澳门半岛 及科学馆 海上观音 东望阳山 旅游塔等城市地标 向西能看到珠海十字门商务区 及横秦金融岛的摩天大楼 感受祖国的发展速度 向南能一览繁华的荡载城区 山脚下运作了数百年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依旧繁忙 远远地看 这座校园仿佛像城堡一样 屹立在城市中心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 使我感觉到心旷神怡 今天就让我来带你走进我的母校 澳门城市大学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行政楼天台 这里经常用于承办小型的户外休闲 文娱和交际活动 也是校园景观平台之一 而在这栋大楼里 还有大学招生 注册 教务 科研 财务等行政部门 承手扶梯向上就来到了城大图书馆 走 图书馆分为藏书区 阅览区 咨询区 小组讨论区 数字图书区等几个部分 还提供读书会 电子文献库使用说明会 电子设备借用等服务 馆藏纸本图书10万余册 纸本期刊380多种 电子资料库82个 电子期刊6万1千多种 电子图书超过100万册 根据大学教学 科研的需求 馆藏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在金融校区和宝宜校区还设有图书资讯服务中心 满足两校区师生对文献信息和阅读空间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 与全球设立的第一个世界记忆学术中心 就坐落于成大图书馆中 发挥着保育 申报 研究 推广世界记忆资料及工程的作用 丰富的学术活动 也使得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受益其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和弦会议中心 40多年前自然采光的设计 放到今天依旧堪称经典 在这里 你既能步入大厅或校使馆 沿着前辈的足迹 感受成大4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并能够一探澳门近代高等教育枝繁叶茂的起源 又能端坐于具有四语同声传译功能的数位化阶梯教室内 参加研讨会 论坛或听一堂别开生面的专业课 而在和弦会议中心前的这块九龙壁 已是成大的地标之一 1985年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赠送 与故宫的九龙壁制作工艺相同 如今 在澳门已是文物级别 如果屏幕前的你来到澳门城市大学校园 一定要在这里合影留念 严九龙壁前的连郎一直向前走 便会来到位于B1座的学生事务处 这里提供学生校园生活管理 宿舍管理 课外活动 心理辅导 升学及创业咨询等服务 与每一位同学的校园生活细细相关 城大校园 依山而建的设计理念 相信大家在前面的参观中已经有所感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看的这个地方 将是最直观的体现 没错 这就是城大文化中心礼堂 观众席呈扇扇行依山而建 舞台设在原点位置 专业的灯光 音响 呈现出完美的舞台效果 能够照顾到每一位观众的视听感受 大学各类重要典礼 学术论坛 文艺会演 学生活动等都在这里举办 而在礼堂观众席的下方 是一个占地数百平米的多功能海景展览厅 无论是艺术学科的书画展 还是设计学科的作品展 或是各类小型讲座等 都能够在这里展现 在文化中心对面便是大风楼花园 上世纪70年代末 澳门近代史上第一座由中国人创办的高等教育学府 在这里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 澳门城市大学的前身 东亚大学开始破土动工 也标志着澳门近代高等教育由此生根发芽 环顾花园 这里不仅有建校纪念碑 充裕的植物 还有各种中西式元素融入其中 如屏风 假山 屋檐 石阶 几何图形等 这样巧妙的中西融合 与大学另一处中央花园一起 于2002年在欧洲获得设计金奖 花园坐落于山顶停车场的顶层 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的同时 也造就了成大花园式校园的美名 这里有展示才艺和举办活动的露天舞台 还有供同学休息的书音长椅 每逢重大节庆 还将在这里举办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在我的身后是何鸿燊楼 其中以计算机课室和常规课室为主 在我的左手边是菜季友楼 设有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办公室 常规课室 形体训练室 水疗实验室 计算机室 大数据实验室 以及拥有木工实验室 金工实验室 数位成型实验室 板画与印刷实验室 在内的综合金工实验室 在我的正前方是大风楼 其中设有大风楼梯平台多功能活动区 智慧教育与教学创新实验中心 金融实验室 金融学院办公室 数据科学学院办公室 人文社会与科学学院办公室 校领导办公室 会议室及国际会议厅 在我的右手边是中仆楼 其中设有商学院办公室 语音教学室 学生活动中心 计算机室 海景教室等 而且这里也拥有最佳海景观景平台 而在中仆楼的后方则是王宽城楼 设有创新设计学院办公室 设计学专用教室 摄影教室 计算机室 沙盘示范室 国家科技部 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在这栋楼也有视野极好的海景教室 及观景平台 而在海对岸便是成大金融校区 成大金融校区位于澳门半岛金融中心 毗邻澳门文化中心及澳门科学馆 成大教育学院 法学院 普与国家研究院 国际培训与测试中心 研究生图书资讯服务中心 等都设在这个校区 其中 国际培训与测试中心 承办被大家所熟知的雅思 托福 托役 SAT AZT等国际认证的英语考试 并与业界合作开设一系列 证书文评课程和培训课程 也设有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 因此 金融校区是集研究生教学 专业认证课程培训 持续教育 考试中心为一体的专门校区 距离金融校区不远的保一校区 则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 交通便利 承担着先修班 及证书类课程的教学使命 是一个闹钟取静 自习静修的不二选择 希望你能通过我简单的介绍 对成大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课程资讯 欢迎浏览澳门城市大学官网 并通过各学院网站 或招生资讯网页了解更多 百文不如一见 澳门城市大学欢迎你